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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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美食市集 那後面有一面牆,上面寫了什麼字 後面那邊有寫的 意思就是很類似古老的餅乾工廠 而且一旁還有一個古老的建築 那邊古老時也是在做餅乾 現在也還在做 對 其實看到這樣的建築物很有味道 非常忍不住想要進去開一個工作室 不管是設計什麼 做什麼都好 在裡面工作的那種環境氛圍真的是很棒 好啦 這個講篇了 說到這個市集呢 就是從這個工廠衍生出來 當時很多店家就進駐在這邊 也吸引了很多當地人觀光客來這邊 然後這邊有很多東西 除了吃的之外還有一些收購品 像衣服 小包包 去賣的小東西 日常用品 什麼都賣喔 然後呢 先提提這瓶水 這個水喔 你看起來像一般的水嗎 對 這個在外面買多少錢 十幾塊錢 對 但是在這邊是36塊 對 不過呢 其實啊 回頭看看那家店啊 我們剛剛買水的那家店 上面寫的Black Market 那擺明就告訴你這是個黑店 那我們選在那邊買飲料呢 只能說是自己製造的 好啦 現在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要趕緊進去挖寶 這個開普敦最受歡迎的美食時期 每周的營業時間只有半天 就是在周六的早上9點到下午3點 麵包 沙拉 三明治 烤肉 世界裡賣的東西雖然沒有台灣夜市來得豐富 但攤位的成立設計和食材的擺盤方式 卻能直接刺激味蕾 引發消費的欲望 逛了一圈之後 我們決定先從沒品嘗過的 串烤郡類下手 進到這美食市集呢 果然跟尼泊爾農夫市集有點像 不過這邊規模真的是搭了很多 裡面賣的東西也很豐富 尤其它吃的東西看起來特別可口 裡面真的是擠爆了 我們剛剛擠的老闆 終於佔到了一個空位 那眼前這個攤子賣的是菇類 對不對 Tom 對 上面有好幾種香菇在這邊 對 毛肥跟它都會化不同種 不同的香料 然後還有一些橄欖油 好啦 廢物多瘦 因為我聞它這個烤的味道 真的是很香 不如我買兩串來吃吃看 當地的朋友告訴我 要到續集裡面擺攤做生意 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除了租金較高外 對口味的要求也很嚴格 所以裡面的攤商 幾乎個個身懷絕技 而前來嘗鮮的人們 也是落地不決 在買完串烤菇雷後 我們又買了好幾樣 不同的小吃 當作今天的午餐 說到這時期 真的是人啊 多到爆 光是在裡面買東西 光買而已 還沒有吃 我們大概花了 快一個小時左右 對 差不多 對 接下來花半個小時 找位置 好不容易站到了這個椅子 而且你看到後面 能坐人的地方啊 都坐滿了人 而且也有人坐在地上 真的好熱鬧 這邊 那現在來看看 我們到底買了什麼東西 我們買了 剛剛我們的烤香菇 誒 不對啊 我們剛剛是買兩串的 TOM 你的咧 對 不好意思 一個有掉下去了 掉了 對 我看是掉在你肚子裡面吧 有可能 不要講 下一個東西 下一個東西 我跟你講 我們剛剛真的買很久 這TOM啊 忍不住啊 這真的是 就是邊吃邊等 因為真的東西太多了 對 像他把那個位置弄大一點點 對 把那個香菇吃掉 誒 TOM 說到這香菇 剛剛他說的一共有大概幾種 大概有大概七八種 七八種 但是每一根 有可能是有點不一樣 對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是好像 一二三四五六 我跟你講 這個也是小的一顆 這個 就被TOM又吃下肚了 不是我啦 不是你啊 對 不是我 已經是熟米啊 對 那我們除了香菇之外呢 誒我們還買了這個 號稱哦 全非洲最好吃的牛肉堡 跟豬肉堡 這個看起來超美味的 看一下這個肉有多大塊 好厚哦 對 而且這個牛肉好像有泡的 剛剛好 小米啊 剛剛這豬肉堡 牛肉堡大概多少錢 一個六十 一個六十塊 這不便宜誒 有點貴哦 七十 一個大概合台幣兩百多塊 剛買那兩串烤香菇 多少錢 兩串七十 七十 那你手上的披薩呢 這個七十 七十 那下一家多少錢 今天已經花了四百多了 四百多哦 看得出呢 這個小米啊 這個表情有點凝重啊 那其實呢 不能怪他 因為出來之前呢 我們的製作 千叮鈴萬膠袋 所有人一餐啊 一個人啊 吃票超過五十塊錢 現在是大大超出了預算 沒關係啊 不要擔心啊 大不了我們之後啊 再不要吃就好了 對不對 世界裡買的中餐 不只是賣相好 吃在嘴裡的感覺 更是讓人覺得愉快 溫暖的太陽 好吃的食物 再搭配上街頭藝人的電子音樂 能在這樣的環境下用餐 真的是一大享受啊 天堡了肚子之後 我們的行程繼續 來到了一家 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 都感興趣的名店 天光美 氣氛家 觀眾朋友看到這樣的畫面啊 不要以為我們又來到這個 夜店POP裡頭喝酒了 其實不是的 我們現在來到這地方呢 是一家特產店 說特產呢 觀眾朋友可能會覺得 好像會不會太俗氣了 其實這地方呢 還蠻貴氣的 那我們現在要介紹的東西啊 其實我個人是蠻感興趣的 嗯哼 那我也很有興趣 那湯姆跟我兩個人都感興趣 相信觀眾朋友也很感興趣 那說到這個南非喔 我們知道他天然資源相當的豐富 他景觀非常的美 對還有野生動物很多 對吃的方面呢 哇也是很迷人 天氣也很棒 對但是一提到南非喔 觀眾朋友你會想到什麼 Diamonds 對我們現在就要來了解 這個南非的鑽石 那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開普登裡頭啊 這個數一數二的一家鑽石店 那我們身旁的這位先生呢 長相斯文又帥氣呢 他就是我們的店經理 那待會呢 將由他帶我們深入來了解南非的鑽石 南非鑽石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870年 當時有一個農夫在北開普省的一處農場 發現自己的孩子手上把玩的東西居然就是鑽石 事情傳出去後 採掘者從世界各地豐勇而來 引發了一場超乎尋常的鑽石發掘潮 南非鑽也因此生命大造 我們現在呢進到這個小房間裡頭 觀眾朋友呢透過畫面啊看到旁邊的這些機器啊 應該就可以猜到這邊呢就是進行這個加工 以及切割鑽石的一個地方 那總之那種進來的這個房間裡頭啊 我腦子裡面有很多問題想要請教 那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因爲我們看到這鑽石呢都很漂亮 它的形狀啊就是由這個師傅啊切割出來的 那我想要知道說啊 這些師傅呢 大概平常要訓練多久才可以出師 我們知道這鑽石嘛 要加不費 萬一這師傅啊不小心啊 把它搞砸切壞了 那怎麼辦 如果剪刀石剪刀石 然後做錯了 那怎麼辦 我們把手剪掉 手剪掉 哇 鑽石在化學和工業中稱為金剛石 是碳元素組成的無色晶體 也是目前已知自然存在最硬的物質 最魔工格外的困難 上有不勝就有可能刮花或產生缺口 嚴重灰損鑽石的價值 專注力 敏銳度 和對鑽石的專業知識 是成為一名專業技師的基本條件 我現在手上拿的這東西呢 就是鑽石的圓形 欸 Tom 這麼大顆的圓形 可以做出幾顆大的鑽石啊 哇 所以當這個剪刀 好幾顆的圓形 會有幾顆的圓形 會有300顆的圓形 300顆的圓形 對 很大 哇 那很值錢耶 嘿 你喜歡碳元素嗎 對 對 對 欸 安全 欸 欸 很高興認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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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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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半天是假的啦 當然是假的 不然怎麼可能把這麼大顆的圓形呢 放在我的手上呢 對不對 對啊 那我們現在看到呢就是要介紹 就是這鑽石呢 從圓形到切割成真正的鑽石 這個整個過程的樣貌 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請來介紹一下 所以我可以看到我們有九個階段 但是你需要多少次剪刀 58次 為什麼 其實我不會知道 但是在最後 那會有58個階段 所以我不知道要多久 所以我不知道要多久 因為他們切割了石頭 然後做了些事 所以就像有... 但是石頭的石頭會有58個階段 為什麼這裡有58個階段 這是一個 一個我們知道的學術 所以是科學 對 剛剛店經理跟我們分享了 他說呢 這每個鑽石呢 都必須要被切割58次 為什麼是58次呢 其實這58次呢 就是為了要呈現出58個面 而這是數學公式演算出來的 就是讓這個鑽石呢 呈現最閃閃動人的裡面 那究竟我們要怎麼看這個鑽石的好壞 簡單來說啊 就從它的4C來看起 什麼是4C呢 第一個是車工 色澤 進度 還有可拉重 那我們剛剛呢 進到那個工作間 看到師傅啊 在那邊磨這個鑽石啊 這就是車工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們來談談這個是克拉重 這一克拉鑽石呢 它的直徑就是6.5公里 那剛剛這個店經理就分享 他說你想要挖出這一克拉的鑽石啊 至少得挖出一頓的土 這樣的量 那可見得喔 其實這鑽石真的是很珍貴 那再來呢 談談它的色澤 那一般鑽石呢 它是有分等級的 像是黑鑽 它等級呢 是較低的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一般所看到的 那些透明的鑽石 越透明 這價格呢 就越高 除了這透明的鑽石之外呢 再高一等級的 譬如說 像是有顏色的鑽石 藍鑽啊 粉紅鑽啊 這類的 那我們再來講呢 就是進度的 那進度呢 怎麼分 我們知道這每顆鑽石啊 多多少少在外觀 或者在它的內部啊 都會有一些些小小的瑕疵 那如果是肉眼啊 就可以看到這隻瑕疵的 它這個等級是最低的 那再來你要用放大鏡 才看得到 這算是中等 那當然最高等級的就是啊 完全沒有瑕疵 如何判斷一顆鑽石的好壞 剛才在節目中提到的 只是一些很基礎的概念 如果要真正的了解各種真諦 那就得靠自己花點時間 去慢慢品味了 毫無疑問的開普敦 是個美麗的城市 同時也是一座 充滿設計感的城市 這個城市在2014年 被國際工業設計聯合會 評選為世界設計制度 跟著網友的推薦 我們來到了一家 擁有十足設計感的咖啡館 一走進這家店呢 看到這個壩檯啊 哇 真是讓我感到很震撼 開門上面呢 插滿了鋼管 這感覺啊 就很像很原始 那其實呢 讓我直接聯想到的是什麼呢 像是蒸汽火車頭 不然就是日本宮崎駿 他的畫作天宮之城 幫我問問老闆喔 就是他究竟是融入什麼樣的元素 來設計這間咖啡店的嗎 所以我們只是看到咖啡店的風格 真的很酷 它有點不同 你從哪裡得到那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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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咖啡館的裝修風格 和設計靈感 店老闆馬上就充滿自信的 為我們解說 原來這家咖啡館 走的是蒸汽龐克風 代表的大概就是十九世紀時 人們對於蒸汽 這一個新興能力的神話 所衍生出來的 一種超現實科技的幻想 雖然老闆很用心地 闡述他的創作理念 但我還是無法完全走入 他的意想世界 不過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是一整組設計 不只是好看 其實它是真正可以應轉的 透過把手轉動內部的齒輪 推進系統 而觸發每一個咖啡缸裡的閘門 就能夠剛剛好落下固定 重量的咖啡豆 看到如此精彩的畫面 當然要好好的來品嘗品嘗 喝咖啡的時間到了 來 說真的 這咖啡的拉花還真特別 對 你看 是不是這個店名 Truth Coffee 對 其實我們常常去外面喝咖啡 看到拉花通常都拉一些圖案 像是拉一些什麼 貓 葉子 這等等 這拉的是稚 那我們現在就來品嘗看看 這香醇濃厚 口感很扎實 也不會那種色色的感覺 對 而且才接種黃鏡 設計的真的很特別 對 而且咖啡很好喝 是啊 進到這店裡面 我們就覺得 除了整組的這種 蒸氣的咖啡劑之外 它還放了一些像 老式的打字機 老式的電話 老式的電風扇 以及你看看桌子的設計 還設計成齒輪的這種形狀 那真的是很特別 加上你有沒有發覺 它店裡面的員工 穿著打扮也很講究 就是那種復古風 好像第19世紀的那種 對 所以走進這裡了 就彷彿走入了時光隧道的樣子 對 你有沒有覺得好像在裡面喝咖啡 坐那蒸氣小火車 那種感覺 有點類似 有這種感覺 但是這邊有火車寬一點點 說真的 這家咖啡店真的是不錯 瀰漫在空氣裡的 是濃濃的咖啡香 心裡感受到的是 喝咖啡的愉悅氣氛 能在收工之前 回到19世紀 來上一杯 醇厚的咖啡 確實是一種享受 隔天一早 陰遇的雲霧 取代了燦爛的陽光 天氣的轉變 剛好反映了我們此刻的心情 我們現在呢 在開普敦的市中心啊 其實這裡呢 是最熱鬧的地方 不過觀眾朋友 看到畫面啊 或許會覺得有點懷疑 為什麼呢 因為街道上顯得 是有那麼一點點冷冷清清 那為什麼會冷冷清清呢 其實今天真的是很碰巧的 我們遇上的是投票日 在投票日這一天呢 當地人是放假一天 像這樣很多民眾呢 他們大概是投完票回去休息啊 所以這街道上顯得 是有那麼一點點的冷清 那其實呢 現在我們的行程安排上 出了一些些小小的狀況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接下來行程安排 是要到黑人區 但是說到這黑人區啊 其實我們來之前 就很多朋友就告誡我們啊 說你如果到了當地 真的是要很小心喔 因為你的治安啊 不是很好 那甚至啊 有些當地的朋友啊 聽到我們要到黑人區啊 他直接建議我們啊 是把這個行程給拉掉 就叫我們不要去了 那不過呢 我們另外在網路上啊 也看到一些部落客分享啊 他說其實來到南非啊 就是要去這個黑人區啊 體驗一下當地的生活 這才啊 叫做來過非洲 那其實我們內心啊 真的很掙扎 那剛剛啊 也收到另外一個消息 因為今天是投票率嘛 所以在當地呢 也出現了一些 脫序的行為 像是有人丟石頭啊 然後放火燒房子等等問題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髮型有點像貝多芬的這位 他是我們這個 民宿老闆的兒子 也就是小老闆 他正在啊 幫我們啊 接洽當地的民宿 問問他們那邊的狀況 欸 Tom 怎麼樣 可以去嗎 應該是可以去 因為老闆娘 他說那邊 地區的狀況 還是很穩定 現在 而且還有老闆 也會帶著我們去 所以還是很安全 所以呢 那我們決定要不要去 可以去啊 所以還是要去是不是 還是要去 OK好 所以我們還是要過去嗎 黑人區 不要啊 房間都訂了 對 房間訂了這是一個重點 如果不去那錢就白花了 對 好 那現在大概是中午時間吧 對不對 差不多要吃了吧 這附近有沒有那個超市 有 前面那個白角就有了 OK 那不然我們去超市 找一些東西吃 那吃完我們就出發 前往黑人區 好 好 走 出發 太不斷的這樣問題 是令人擔憂的 居高不下的犯罪率 經常是集中在 某幾個特定的區域 而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較為貧困的黑人區 雖然大伙在表面上 已經達成了過去 不管是龍潭虎穴 都要去走上一遭 但到底要不要去 每個人的內心都還在煎熬 負責我們安全的麗萍 他也不斷拨打電話 確定選舉後的衝突 有沒有擴大 去或是不去 吃完了午餐再說吧 這趟來到南非呢 覺得它的物價 還有吃的方面 好像沒有想像中的便宜 硬是比台灣 再稍微貴了一點點 感覺上在南非 過生活好像不容易 像立穎平常都吃一餐 大概多少錢 在這裡吃都差不多 快南非吃一餐 那和台幣大概150到200左右 對 那像我們在台灣 平常吃個便當也不夠 80塊到100塊錢就解決了 正面講硬是貴了快要兩倍 其實我們剛剛在尋覓用餐的環境 就發覺到 其實在整個開普敦市區裡頭 有很多公園綠地 然後這一旁 都還有這種板凳可以做 這很適合野餐 我們現在就開始來想我們的午餐吧 來 這是什麼 這包是什麼 我拿到花枝 先來一口 炸雞 炸花枝 炸魚排和橘子 就是我們今天的午餐 雖然算不上玫瑰 但我們還是把它吃了個精光 在吃飯的過程中 大家很有默契地 絕口不提 接下來形成 吃飽了之後 太陽出來了 大家也很有默契地 在公園裡享受何許的陽光 看看草皮上可愛的小朋友 想想水池內悠哉的水鳥 變相中應該在樹上的松鼠 大膽地跑到了腳跟前尋找虛物 不僅僅是如此 而且還大喇喇的啃了起來 和桌山上的沿途一般 人類社會中的高犯罪率 似乎沒對這些小動物的生活 產生影響 居然再壞 牠們一樣能夠開心愉快的生活 在這個動物園堂 最後我們還是決定暫時離開 這個安全祥和的環境 按照既定的計劃 朝黑人區前進 其實現在車子開到這個區域 看到窗外的氣氛不大一樣 對 這邊感覺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對 其實我們已經進到這個黑人區 你們後悔的話 現在還可以這隊 不行啊 民宿就訂好了 民宿不可以退遷嗎 沒辦法 那Tom 要去嗎 這個 好 給你決定吧 我決定喔 那不然你掉頭好了 開玩笑了啦 南非當然要闖蕩一下這個黑人區啦 對 那我們注意安全 不要走散 然後不要去 我們要懂得尊重人家 不要做一些奇怪的行為 不要太高調 相信這樣一定沒有問題 好 Yeah 黑人區 我們來了 對於黑人區的顧慮 不只是從網路上看到的一些新聞 或是因為選舉過後 而產生了一些問題 會讓我們仇主不前的原因 其實主要是來自當地喬巴的建議 來到南非後 我們接觸了很多台灣過來的朋友 在聊天時都會談到這次在南非的拍攝行程 當他們知道我們要進黑人區 而且要在裡面住上一晚 多半都會一再地嘱咐我們要注意安全 甚至要我們改變行程 因為他們來到南非已經超過20年或是30年 對開普蹲這個地方相當熟悉 然而他們大多都沒進過黑人區 也不曾考慮過要進黑人區 一路上我不斷思考 真的有必要要這麼拼嗎 還來不及理出頭緒 我們就到了今晚要入住的民宿 剛在裡頭呢 酒也喝 舞也跳了 等了老半天 烤肉沒有送過來 對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有喝酒耶 什麼時候 我也沒有喝 你少來 你剛剛喝完了好不好 好 我也有了 對 那其實呢 按照這個規矩來說 就是在旁邊呢 有一個點的那個烤肉的地方 對 好 那我們必須呢 先點我們要烤的東西 然後 送去烤之後 他會幫我們送過來 來到這邊吃早餐呢 應該是在店裡頭吃 但是我們就對這片草原啊 情有疑忠 所以自己啊 還搬了張桌子在這邊 然後把這個餐點啊 全部都 都搬上桌 你知道這個企鵝啊 為什麼肚子是白 但是他的背是黑的 沒有 我不知道耶 其實這是有科學根據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企鵝啊 這個 手斷斷了對不對 嗯哼 所以呢 他洗澡的時候 只能這樣子洗 大學大學入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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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